2月21日是2019年阿布扎比防务展的闭幕日,作为中东最重要的防务展,同时也是全球五大防展之一。 历届阿布扎比防务展期间,都会签订一些重量级的武器装备订单。 但今年,全世界的防务和军事工业媒体的目光,却为一个与超清有关的讯息所吸引。 在2月21日,阿布扎比防务展下午最后一场媒体试出会上,阿联酋军方突然宣布,将会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订购AH4型155毫米超清炮,试出会现场,作为中东最重要的金火买家。 阿联酋购买中国超清炮的讯息,迅速引起了包括检视防务周刊,和陆军识别等专业媒体的关注。 现场有日本军事记者,专门向中国同行询问有关AH4超清炮的情况。 有西方媒体分析,阿联酋采购AH4说明此前英国BAE公司的M777型超清炮独霸市场的情况,终于被中国产品打破了。 据检视防务周刊报道,阿联酋已经接收了首批六门AH4型超清炮,作为一款采用39倍近身管的155毫米超清炮,AH4的战斗权重仅有4.5吨。 而此前阿联酋向夜门战场部署的南非G5型155毫米榴弹炮,采用45倍近身管,权重达到14吨。 很难用CH47等运输直升机,直接调晕,执行炮兵蛙跳作战。 陆军识别在报道阿联酋采购AH4的同时, 还确认阿联酋军方正式采购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GP-155A系列,155毫米制导炮弹。 中方在最初展示这款炮弹时,将其命名为GP-6。 据检视防务周刊介绍,GP-155A,最小射程为6000米,最大射程达到25000米。 首发命重率达到90%。 而且与GP-155相比,GP-155A,拥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GP-155系列制导炮弹系列中, 还包括一款采用卫星中介制导的GP-155B型制导炮弹。 今日防务认为只有俄制A61M389,新加坡的飞马座, 以及M777,可以与AH4媲美。 但俄制型号采用30倍健身管,射程有限。 而新加坡型号战斗,权重达到5.4吨。 因此在AH4问世前, M777,长期在超轻炮领域,处于独孤球般的状态。 考虑到英国BAE公司,在今年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将M777系列超轻炮,作为最重要的产品予以强力推荐。 阿联酱方面,在闪汇闭幕前,突然丢制订购AH4的讯息,让不少西方媒体促进大发。 有媒体人引来自BAE方面的讯息,宣称早在2015年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 英国便与阿联酋方面,联合推出过基于M777的高机动凯车炮让车。 2016年,BAE更高调宣布,已经与阿联酋国防技术公司EDT签订协议,准备向阿联酋方面出口M777型超轻炮。 那么,到底是什么愿意造成阿联酋方面,最终选择了中国超轻炮呢? 部分英国军事专家,将矛头指向了美国。 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为了为国内军火巨头提供订单,特朗普不断推动向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出口武器。 但此举随后遭到了美国国会内反特朗普势力的反击。 2018年5年,美国国会突然宣布,将以非正式审查的方式,调查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口精确制导武器的情况。 整个审查涉及武器和弹药总量超过12万件。 当然,大部分西方军事专家普遍认为,阿联酋选择中国超轻炮的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AH4的效能满足阿联酋军方对超轻炮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担心自己成为M777的炸糖事故的下一个牺牲品。 有媒体指出,阿联酋最终放弃M777与印度有关。 印度是阿联酋155毫米弹药的重要提供商之一。 2017年,印度向阿联酋出口了4万枚155毫米炮弹。 但是2017年9月2日,印度引进的M777在发射本国生产的炮弹时,出现炸糖事故。 而且,印度并不是M777炸糖事故的唯一受害者。 2017年,M777除了在意度发生炸糖事故外, 驻伊拉克的美军炮兵部队,也曾遭遇过M777炸糖事故。 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 虽然西方对于阿联酋选择中国超轻炮,普遍采取了一种酸溜溜的态度。 但有军事专家指出, BAE和美国军方正在为提升M777的战斗力加紧努力。 在今年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 BAE展示了采用52倍净身管的M777A2和采用58倍净身管的M777E2。 这两款火炮相比M777,基本行重量有所提升。 但射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普遍装备, 采用52倍净身管的155毫米自行火炮单位。 美国军方和BAE加紧提升M777系列的射程。 说明美军已经在考虑如何在未来作战中有效压制敌方装备155毫米超轻炮的部队。 这也体现了美军炮兵已将假想敌从缺乏制式火炮的非正规军变为中俄等拥有强大、远端打击火力的强大陆军。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联酋采购中国超轻炮,将使得全球超轻炮发展和销售的竞争变得愈远愈烈。